对太空人来说 以下这种情况可能是最可怕的噩梦之一 就是飘到外太空 而没有任何返回地球的机会 想象一下出于某事故 你慢慢的飘离了国际太空站 进入了一片无尽的黑暗虚空 那里除了一片冰冷的真空之外 什么都没有 幸好你还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 一起来仔细看看 在什么背景下会发生这种情况吧 你在国际太空站上 现在它在大气层上层约402公里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 国际太空站并不是就这样地悬在太空中 地球的引力会持续的将国际太空站给拉向自己 为了不坠下 太空站得以每小时27353公里的速度 绕地球飞行 这个速度足以协助太空站抵御来自地球的引力 但是在国际太空站上 当你进入外太空的时候 你不会感到太空站移动的速度 在你看来 你只不过是漂浮在某个地方 看着地球旋转 但这边人有许多朝相反的方向移动的太空碎片 从国际太空站上的人的角度来看 这些物体的速度非常之快 你穿着太空服 服装内富有氧气供应 并配备了一个水舱 所以你可以在执行任务期间放心地喝水 那么你准备踏入太空啰 首先你得通过一扇叫做气闸的特殊门闸 一旦你进入到那里面 你会看到两扇门 你进入并关上了第一扇门 以封住太空站的氧气 然后你打开通向太空的闸门 接下来你要进行的动作名为太空漫步 你现在之所以身在外太空有几个原因 你可能正在进行某个科学实验 研究不同的物质在太空中的表现 此外你也可能是在测试新设备 感应器和其他高科技工具 你也有可能是在修理国际太空站的故障零件 或对之进行例行性维护 在进入太空之前 你得把你的太空服系在一根 与太空梭本体相连的绳子上 你也可以把绳子系到你的工具上 比如螺丝刀或板手 这样你就不会弄丢它们了 你下了太空梭 开始体验起这种类似于在水下游泳的感觉 对了 在进入零重力区域之前 太空人会先在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里进行训练 你抓住太空梭的一部分 然后攀行着前往需要修理的地方 假设你需要拧紧一个小螺丝 一名太空人曾经说过 在外太空不管进行什么工作都会非常的困难 你穿着一件会导致你动作减慢 让你行举笨拙的巨大太空装 它还会让你的皮肤发痒 这下的工作可以持续达好几个小时之久 在这段时间里 你会出很多的汗 太空梭的其中一个过滤系统可能会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你身体所释放出的所有液体 都会扩散到这件太空梭之中 甚至扩散到你的脸上 你的眼睛可能会开始流眼泪 而眼泪会导致你的视力变得模糊 如你所见 广阔的太空中潜伏着许多危险 而且对于其中大部分问题 这没有明确的处理方式指导守则 总之 现在你正在拟紧螺丝钉 但是出了点问题 板手拖出了你的手掌心 螺丝飞出了太空梭本体 你试图接住它 却意外地把自己推离了太空站 你成功抓住了螺丝钉 但你的身体已经飘走了 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 但你有绳子 哦不 它也自你的太空服上松开了 你吸错方式了 现在你不仅仅正在飞离太空站 你的身体也同时在旋转着 蓝色的地球和黑色的太空的景象 在你眼前不断切换 你完全无力阻挡 幸好 绳子并不是唯一的安全措施 你的太空服里备有一个救命神器 Saver Ava 救援简化援助 这是一个装有燃料的背包 其功能就像喷蛇背包那样 你启动背包 它便能够让你的飞行状况持平 你不再旋转个不停了 也冷静了下来 现在你知道国际太空站的确切位置了 接下来你得手动选择方向 并且非常小心地飞向太空站 Saver透过装备上的小管道 释放出气体 让你向前飞去 只要使用与操纵感相似的Saver控制台 你就可以改变气体释放的方向 这样一来 你便能引导你的太空服了 无比确保太空站在你的视线之内 并按下操纵感 启动管道 但别着急 你得稳住你向前移动的状况水平 按错按钮的话 可能会导致你再次旋转个不停 并降低你返回太空站的机会 每个太空人都得在 能够让他们感觉自己仿佛身处外太空的 虚拟实境模拟器中 度过许多个小时 以学会控制Saver 你正以缓慢的速度接近太空站 别让背包加快你的速度 如果你开始加速 你得把它管到指向相反的方向 以进行减速 如果你飞得太快 你可能会撞上太空站 从而弄坏太空服务 你终于抵达了国际太空站 你得抓住个什么东西 然后慢慢的向气闸移动 你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水底攀登一座山脉那样 你终于抵达了气闸 呼 但是 让我们倒带一下 回到你飞离国际太空站的那一个瞬间 好哦 你试着用背包来平衡自己的移动状况 你非常紧张 难以平静下来 你乱按着操纵感 七手八脚的将管到指向不同的方向 几分钟过去了 你还是没有离太空站近一点 反倒把Saver的燃料都用完了 现在你更紧张了 我们再倒带一次哦 你飘离了国际太空站 然后使用Saver并减缓你身体旋转的速度 现在你面向了国际太空站 你以缓慢但稳定的推力 缓缓地接近太空站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但突然间你注意到有些动静 是旧卫星上的一小块金属 它撞到了Saver切开了背包 燃料开始朝太空卸了出去 由于撞击你又再度旋转了起来 不知道自己正往哪个方向移动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深呼吸 并使用剩下的燃料让自己停下来 完成 你仍在漂浮 只是不再旋转了 现在没有任何指示和规程 可以协助你摆脱目前这种囧状 你持续飘上外太空 完全无法控制这整个过程 要返回国际太空站 你得推个什么东西 产生出作用力 幸好你仍有时间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 你的太空服务有足以使用 好几个小时的氧气储备还有水 你可以透过头罩 紧环内侧的一根小橡胶吸管喝水 你是史上第一个陷入这种窘地的太空人 但这并不代表你毫无生还的机会 如果你能够把什么东西给往一边推 那么便能够让你获得一个反作用的动力 例如如果你手上有某个很重的板手 你可以把它向国际太空站的反方向扔出去 这样就能够产生让你飞向太空站的动力 但很可惜你手边没有东西可以丢了 你的Saver坏了 可是你无法只靠自己脱掉它 你欣赏着地球美丽的景色 并尽量缓慢的呼吸 以节省氧气储备 看来你玩完了 但这时 其他太空人透过无线电呼叫你 他们看到了你的位置 准备前来救你 你的同事朝你的方向而来 他将自己牢牢的绑在两根长长的缆绳上 当他抓到你以后便会立刻将一个缆绳给你 这位太空人使用Saver 飞向你的方向 他非常接近了 终于他放慢了速度 抓住了你的手 他从太空服上借下一根绳子 并把它系到你的身上 透过绳子 你慢慢的接近了太空站 这个时候 一个生锈的螺酸飞了过来 这种情况下 最大的危险是 太空碎片可能会穿透你的太空服 并撤断绳索 你加速前往气闸 然后你打开了闸门 冲了进去 最危险的太空任务之一完成了 理论上 还有其他办法也可以救你 像国际太空站运送食物和空气供应的太空梭 可以去接你 并把你带回太空站 但这个任务会更加的困难就是 因为它需要非常精确的路线计算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太空梭可能会撞到你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是会直接高速被撞离 并在太空中飞上好几个小时 直到氧气耗尽或太空碎片弄坏你的太空服为止 幸好所有的太空人都受过良好的训练 有足够的经验可以避免发生这种事故